前香港小姐副统筹经理陈芷莲莎上个月因病逝世 享年71岁这日在殡仪馆设领 不少圈中艺人都有到场送别 其中1977年的港姐冠军 和沃莎认识了已经42年的朱玲玲 就在傍晚5点左右到达灵堂 逗留了大约两个小时就离开 而1992年的港姐冠军卢淑仪 和老公李克勤都有到场 卢淑仪在灵堂上见到沃莎的遗照 还一时感触哭成女人 至于胡恨儿、袁伟豪和謝玲 都有回想起和沃莎生前的点滴 沃莎真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什么人可以做到好像她这样 好像妈妈这样笑 好像她将她的一生奉献 也认识了给香港小姐这四个字 所以觉得很遗憾是最后的日子 没有机会和她见面 当年有些新闻也不太好 她都会亲自和我聊聊天 了解一下事情 希望可以将我交道得好些 就算是选中的时间 就算是选中的时间 好像有过妈妈 也是的 之前更年轻 在入TVB的时间 很多东西都重新开始 那时候她都教我们很多东西 她个人很中直的 很老实的 做事去行得很正的 她不行差答错很少 所以我觉得 在她身上学到的东西 就是不要想歪任何东西 做人真的要正面 想些东西 做事都不要走歪路 不要做些不好的东西 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入行之后 她会尽量自己做人的方式 不要做那么多匪文 不要这么多不好的新闻 她教我很多东西